不知不觉我这挑战端盒出隐藏系列已经来到第20弹了 端了20套泡泡马特的盲盒 我才出了两个隐藏 着实有点惨呀 今天我们来拆这套Demo去哪系列的盲盒 下个视频再来拆徽章 从我下单那一刻开始 我就不知道Demo到底去哪了 估计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这快递一直就没有动 等了这么久终于来了 好事多磨 我这第三个隐藏该来了吧 这套Demo去哪 是Demo第一个小汽车系列 全套9个基础款加一个隐藏款 隐藏款是美食加飞碟 最重这盒前后这个位置能摸到对顶 左右这个位置能摸到对顶 上下稍微靠边一点的位置能摸到对顶 彩蜜直升机 妈爷这只好可爱呀 Demo坐在一个小蜜蜂的直升机里 直升机的细节也非常的多 两个小触角是直绒的材质 中间用彈簧连接 动起来特别可爱 螺旋桨是花瓣的造型 还可以转哦 最可爱的就是这个罩子是可以拿下来的 飞行员Demo有没有帅到你呢 第二盒前后中间的位置能摸到对顶 左右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对顶 无拥堂低势 如果这样看像不像老式的出租车 但是它还安了两个喷射器 怪不得叫无拥堂低势呢 它会飞 Demo穿西装系领带 像个小大人一样 车里还坐着他的好朋友 Candy手拿云朵 车里还有Jelly哦 你看到它了吗 第三盒左右这个位置有点打合 潜水观光艇 我可太喜欢粉色头发的Demo了 再加上蓝白色的潜水艇 搭配起来特别可爱 潜水艇里坐着Demo的好朋友 Nono和Niko 螺旋桨还是可以转动的 Demo还有一个透明的小帽子 多肉的耳朵应该就是minimal啦 第四支前后这个位置能摸到对顶 加娃娃吊车 Demo头戴安全帽 穿着工作服 驾驶吊车的样子 是不是还挺帅气的 吊车的这个伸缩杆 是可以拿下来的配件 夹子是可以动的 可以加起Niko的玩偶 这个设计是不是特别猛 加个娃娃都能动用吊车的 是不是只有我们的好大儿了 这四支有你最喜欢的好大儿吗 一二三四 赶快告诉我吧 牧场拖拉机 这只小黑皮有点农场主儿子的感觉 头戴草帽 穿了个胯篮背心 特别接地气 拖拉机的细节也非常的到位 有排气管 后边还拉着稻草 这盒左右这个位置能摸到东西 和平主义号 地某一身蓝色迷彩服 正在驾驶坦克 这难道是陆战队的队员吗 打出的炮弹是和平歌 寓意和平 希望我们的世界不再有任何战争 最可爱的就是堪底还戴了个墨镜 像个大将军一样 这盒前后这个位置可以摸到队顶 左右中下位置能摸到队顶 宝宝学步车 好大儿真是从小萌到大呀 看他还穿着尿不湿呢 婴儿时期的Demo是不是更可爱了 婴儿车也是细节满满 奶嘴还是磁吸的设计 婴儿车的前面是Candy 左边是Niko 右边这是谁啊 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这盒左右这个位置可以摸到队顶 上下这一大片也能够摸到东西 我这盒居然搁了两包干燥剂 人力滑翔机 Demo带了一个飞行员的护目镜 身上背的这个有点像人类第一架飞机那感觉 特别复古 骑的这辆自行车是金属漆的涂装 Niko也带了个护目镜 他身上趴的这是谁啊 特别逗 最后一只了 我不会真的跟这只隐藏款无缘了吧 抢购卡丁车 这只的配件好多呀 黑眼睛的Demo真是太帅了 他还光着脚开卡丁车 长得帅就可以这么任性吗 卡丁车上安了一个购物车 Demo这是要居家隔离提前囤货吗 可乐来一瓶 牛奶来一盒 红酒来一瓶 面包来一个 薯片我的最爱来两袋 带上堪地满载而归吧 后面这五只有你最爱的Demo好大儿吗 五六七八九 赶快告诉我吧 好啦 以上就是皮酱给大家带来的 泡泡马特Demo去哪系列盲盒 全套盲盒的手感你都学会了吗 祝大家都能抽到许愿款和隐藏款 如果这条视频对你有帮助 就给我点个关注 再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